Hello 各位大家好 現在鏡頭面前就是澳場足球會女子隊的教練趙俊傑 趙Sir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場剛剛1比0贏了一條門 你如何評價球隊的表現呢 其實我們一直踢球 簡單來說 其實你落場想戰鬥的心 是對於一場球是最重要的 這場球我覺得他們在這方面演繹得很好 然後我們把握了一個機會 即是半場 零比零 在下半場究竟做了甚麼調整 令局勢會靠向你們那邊呢 其實上半場想先嘗試多些壓迫 但是踢了半場可能他們的體能下降得大些 我就叫他們做多些浸地的防守 希望等別人來之後再打到一個反擊 進入我們球隊前面的幾個快速球員的優勢 是的 那這場球都是很重要的比賽 都算是今季來說 都贏了團門贏了隊綁手的球隊 在聯賽榜那裡 你們都令到有機會可以拿到冠軍 那會不會信心會更加大了呢 首先我先謝謝支持我們的贊助商 因為最近也有一個很大的贊助人 支持我們 令到我們支援球 你看到今天我們也有很多教練 很多人來幫忙 而我簡單說老闆那方面 我想這場球是希望盡量贏 因為你贏不到 剛才你所說的 我們應該比較難爭取冠軍 那如果這場贏了 如果我們之後的 都可以有正常的發揮 那我們是有信心可以爭的 不過我想可能 始終我們有一場輸了給海景 那我想我們會在這方面被動一點 那可能要看我們之後 都可能每一場都要先贏 再看其他對手的情況 OK好 謝謝你們 謝謝